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來更新一下 上次說的就是你的給水的一些問題 一些給水硬傷造成你沖煮上的問題 上次跟大家聊了前三個問題 如果各位還沒看的話 可以稍微回去看一下學長的舊影片 那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另外三個給水問題 這三個問題其實大家常常犯的錯誤 好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是關於 你在繞圈圈給水的時候 會不會發覺說你的粉塵的部分不太均勻 或是有些地方看起來很厚 感覺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吃到水 有些地方看起來很薄 看起來好像吃到很多水的感覺 那我們可以看影片的時候 可以發覺說一般來說 我們在給水的時候 尤其是你的濾杯越大 或是說你的淹水高度越高的時候 這種現象會特別容易被放大產生 為什麼呢 因為這跟你的給水習慣很關係 一般來說我們的V60它的粉塵 如果你在悶蒸的情況之下 它的粉一定是在比較低的位置 所以這時候你會發覺說你的同心圓 是沒有那麼的寬的 它是比較窄一點點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覺說 我在繞圈的時候呢 即使我繞的力道比較不均勻 我的給水的大小差異不會差到很大 但是當我的濾杯越大 譬如說你用02濾杯 或是說我的粉淹的比較高 我必須繞到比較外圍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就會特別明顯 為什麼 這個就跟你的運水有關係 如果你運水的時候呢 不是整隻手肘這樣子運 而是利用手腕在運水的話呢 就很容易發生這樣的問題 尤其是你的同心圓越大圈越容易發生 那我簡單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是用手肘整個在運的話呢 你是這樣運 這樣子給水的時候呢 用手肘在推 你會發覺說呢 你知道到同心圓外側的時候呢 你的虎嘴是比較不會有 上下這種擺動的現象的 所以你就不會有說 越外側你的給水越大 越內側給水越小的問題 因為你是用手肘整隻手在推 那如果你的給水呢 是用手腕的話會怎麼樣呢 手腕部會變這樣 你是這樣給水 1234 有沒有看到 會發覺說呢 隨著你給水的律動 你的手肘的律動 你的虎嘴會有一個這樣子 上下晃動的現象 就會導致於你的給水呢 你在越外側你吃水越不均勻 就導致於說 外側給水會很多 內側跟兩側吃水比較少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萃取不均勻的問題啦 所以這個部分呢 大家一定要回去自己想一想 欸我好像有犯學長這個錯誤的話 就稍微去提醒一下自己 不要用這種很奇怪的知識 不然的話 你很容易就會無法修認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關於說 給水給到後半段的時候呢 你的水會浮在你的粉上 形成一層水跟粉 好像不吃水的這種現象 那我可以看影片 可以看得到 正常的情況之下呢 無論你給到越後面 你的粉跟水應該是一個正常吃水狀態 但是如果呢 你會發生這種 欸好像我的水跟粉分離的狀況 那代表說你的萃取一般來說 會有一點點狀況 而且很容易出苦雜味 苦澀味 為什麼呢 我們先來探討一下它的成因 一般來說呢 我們在 沖煮的過程之中呢 無論是什麼濾杯 T型 椎型都一樣 一般來說沖煮到越後面呢 這個時候你的咖啡粉 是已經幾乎都吃飽了水 但是吃飽了水以後 你的咖啡粉裡面 還是有分細粉跟粗粉 粗粉呢 吃水的狀況會比較慢 所以它比較不容易下沉 但細粉因為很細小嘛 它一下就吃飽了水變得很重 所以你的細粉就會一直往下沉澱 那沉澱完以後呢 就會塞住你的孔洞啦 無論是T型 椎型 都是一樣的 孔洞就容易被塞住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斷水之後 你的給水沒有經過設計的話 你的粉層會往下沉 然後變得很紮實 因為你細的粉層一直往下堆疊 會落在粗粉中間 變得整個粉層變得很實 就像把土地夯實一樣 這個時候你在給水的時候 水呢 就比較不容易穿過 咖啡粉的縫隙值 而導致於說它會 直接被打在咖啡粉的上半側 變成上半側會有一層水 下半側是咖啡粉 然後必須經過一段時間 慢慢的水慢慢的滲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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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滲 經過這個咖啡粉很小很小的孔隙 才慢慢滲出來 這個時候呢就會形成一個是 一就是它會流速很慢 二呢就是因為你流速慢 所以會出現苦澀味 苦渣味 喝起來就不好喝 這個情況之下呢 比較快的解決方式呢 就是我在最後一次給水的時候呢 正中間給水要給多一點 一般來說呢 追形濾杯呢 正中間它是最厚的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我希望 讓我的粉塵不要 像剛剛說的夯死的話呢 就是在正中間粉塵最多的地方 先給足量多的水 讓咖啡粉浮起來以後呢 我再往外繞圈的話就不會有這個現象 所以一般來說 最怕就是你太快往外繞圈 因為如果你太快往外繞圈的話呢 這個時候水 正中間的粉塵呢 不但沒有吃到水浮起來 反而是因為你給到外圈的水 外圈的水呢 就沒有辦法直接穿透到正中間的下半部 粉塵就浮不起來 導致於說你的粉水分離的狀況呢 就特別的嚴重 就會形成剛才說的苦渣的問題 其實非常的簡單 只是一個觀念問題而已 那第三個問題呢 就是關於我的門針之後 常常會有大泡泡冒出來的問題 那通常這種問題呢 會歸咎於兩個可能性 第一可能性呢 是關於你的磨豆機 如果你的磨豆機 它的粒徑真的是差很多 就是細粉跟粗粉 它的均勻度就很差 譬如說你可能用砍豆機啊 或者是用一些很入門的 比較便宜的磨豆機的話 它的粒徑就差很多 這個時候即使你的悶蒸技術很好 因為顆粒的差異太大 一樣會讓你悶蒸的時候呢 細的粉會細水比較快 粗的粉細水比較慢 一樣會悶蒸完以後 一給水就容易出很多 大大小小的泡泡 會整個冒出來的現象 那這個問題呢 不是你給水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你磨豆機的問題 那比較快的方式呢 其實是換磨豆機啦 因為你這個東西 我叫你重新練功 也是沒用的啦 實際上來說 就是必須要換磨豆機 那只要原則上 你可能到比較正常的磨豆機 譬如說有個電動磨豆機 有四五千塊以上 三四千塊以上 基本上這個問題就會大幅的改善 所以其實也可以不要太緊張啦 不用花到兩萬塊 或是一萬五這麼高 只要三四千塊磨豆機 基本上呢 現在都可以解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影片 後 當我的布水不正常的時候呢 它在第二次給水的時候 就會冒出很多的大泡泡 但是布水不正常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 月中間的部分呢 應該要比外側 再多一點的水 譬如說最正中間 同心圓的最內側 給水是最多 然後第二圈 就是中圈的部分 是第二多 那越外圈的水應該越少 那如果你這個布水的大小 整個顛倒過來 就非常容易出現這個狀況 就是你在後面給水的時候 會一大堆的冒冒冒出來 那是因為你的空氣的 讓它釋放的順序根本就錯誤了 所以導致這樣的現象 所以呢 特別注意是 如果有發生這種狀況的話 繼續回去想想是不是你的內圈 中圈 外圈 它的給予水的多寡 你整個弄錯了 特別注意 內圈一定要水多 然後越外圍水越少 只要符合這樣的條件的話 你這個問題就會大大的改善 那你的悶蒸狀況也會比較良好 風味香氣都會比較好喝 那以上三個硬商 我學長覺得講的蠻清晰的啦 如果各位有碰到這樣的狀況的話 其實呢 都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是都代表了某一些 如果不修正的話 一直都搞不定的一些老問題 所以各位回去想一想 沖的時候 邊觀察自己的粉塵 邊想一想說 學長講這六點 有沒有打中的地方 如果你有中的話呢 稍微修正一下 會發覺說 你的咖啡一下就變好喝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開發動作公約 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我們下次見 拜拜